《非夢奇緣》 你知不知道《非夢奇緣》是靈宵第幾頭戲? 這樣吧 也不夠 為甚麼? 因為我們是十一套 十一套了嗎? 是呀 嘩 還蠻開心 我想問問你 《非夢奇緣》 你寫了多久? 一個月 嘩?這麼長? 幾天而已 這麼短? 嘩 你很煩 長又長 短又短 很容易而已 為甚麼寫這麼久呢? 因為要寫好一點 怕你不喜歡 那為甚麼你這麼喜歡《非夢奇緣》呢? 電影我以前已經很喜歡 就是很喜歡 林姐做那個 失憶那個 無好數 對 加上 阿興姐 還有一個當時很小的很可愛的馮寶寶 啊 即是小花 不過我們這次沒有花 只有小草 為甚麼會變成草呢? 因為我們有個黑妹 妹 妹就是女生 她做男生 那男生為何不是做花要做草呢? 那女生是花 男生是草 是呀 好像聽到你又加了一場戲 是呀 加了第二場 就是這個 無好數和這個 月末動房那場 挺有趣的 她好像 電影是沒有這場的 你劇透做甚麼? 自己來看 最喜歡哪一段呢? 跟兒子吃竹 甚麼竹? 艇仔竹? 依常竹 這就是橋段最可愛的 又是劇透了 整套戲裡面 你會喜歡哪個人多一點? 有兩個角色的 一個是傻了 一個是未傻的 那當然是你指雲 有錢嗎? 啊 你喜歡有錢 就多一點 對了 換作是你呢? 你會喜歡月梅 還是她的表妹呢? 不用說 都是月梅 為甚麼? 因為她在她最 不記得的東西 最窮的時候 都不會嫌棄她 所以到她醒來 清醒了 有錢 當然要補答她的妻子 不是因為喜歡她漂亮嗎? 漂亮有很多種 這個月梅就是內心的漂亮 表面的漂亮 又豪華的漂亮 豪華? 雙羊公主 那你喜歡月梅雙羊公主 那你喜歡哪個多一點? 迪青 兩個都喜歡 那我就兩個都喜歡 兩個都來看 好啊 你不喜歡 兩個人 總得 超越好的 中文字幕——YK